本土确诊连率下降 8号新增30314例 与上周五相比下降1成5 不过死亡人数人破百例 一是神正能分析死亡数落后新增 至少三周以上 其中高高0致死率仍逐渐升高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整体致死率从上周的万分之16 攀升至本周万分之17 其中90岁以上高龄长者 致死率已飙到百分之7.02 另外国内0到9岁幼童燃疫人数 达42.8万例 占整体确诊数的百分之10.8 中镇镇比例达万分之7 领口长庚副院长邱振宣指出 高龄者和幼童人士疫情关注重点 特别是儿童幼童疫苗覆盖率不高 甚至很多都没打疫苗 因此导致确诊数攀升 至少要打两剂以上 它才能够有 这种持续性的免疫发生 那假如说只有打一支疫苗的话 那它的效果是非常低的 但邱振宣分析 BA.4 BA.5进入社区 也不会太快扩散 毕竟BA.2仍有一定的交叉保护作用 但疫情降温的时间点仍有变数 二次感染或者是称他叫做 重复感染的这种民众 医师提醒年纪大或高风险族群确诊康复后再感染的后遗症都可能更严重 千万别因为本土疫情暂时降温而放松防疫心态 记者陈正茂陈嘉伦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我们下期再见